60%娱乐小组将关闭 豆瓣回应 原标题 60%娱乐小组将关闭 3月19日消息 3月15日 网信办官网宣布 针对当前豆瓣网存在的严重网络乱象 已派驻督导组进驻豆瓣 随后 不少豆瓣用户对此猜测纷纷 3月17日 豆瓣APP上一名用户称 会关闭全平台60%左右的娱乐性小组 会留下支持板块 24号全网下架APP新准改 留言发布后 以截图的形式 在多个外部平台流传 吸引了很多关注 据经济观察网报道 3月18日 豆瓣公关部相关人员回应 网传消息是不属实的 昨天发布姚连的账号已经被禁言了 至于网信办督导组 进驻豆瓣的其他细节 对方表示目前不便回应 地盤 保持字幕 感谢观看